国王用棋子迎接凯旋的将军 只见他用力拉起探弓 下一秒就打中了马眼 由于害怕恶子去败露 他竟然将此事推给了图案甲 图案甲两边都不敢得罪 只能憋屈地捡起棋子 嚼碎了强行吞进腹中 因为这颗不惜案的棋子 让图案甲动了谋逆之心 他一直跟赵强国不对付 谁知对方儿子又娶了国王的妹妹 他认为这次的凯旋本该属于他 却被赵硕这个官二代半路给截胡了 特别是出发前国王故意内涵他 国金家的女人就要生下赵家的孩子了 生下来我就是他舅舅 自己是相公 儿子又要出张了 回来就是英雄 堆积起来的嫉妒跟憋屈 填满了图案甲的内心 由于无处宣泄 他只能用一个稻草人当照相国 仍恶犬反复撕咬 形成条件反射 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只致命的毒虫 图案甲决定在庆功宴上造反 他先是故意支走了赵硕 在没人的地方涉陷埋伏 而宴会也乱成了一锅粥 在国王喝下照相国献的酒后 图案甲的人偷偷放出毒虫 这种毒虫最喜欢喝牛血 刚好国王的后脑勺 就有一个牛血出的防醒人的印记 在国王中毒倒下之后 图案甲立马甲传圣旨 杀赵顿 命中是全毒 恶犬一看到红衣服的相国 立马条件反射进行扑咬 赵顿的手下拼死护主 才勉强将他送出殿外 但赵顿的马车被动了手脚 刚坐上去就少了一个轮子 即便手下当牛马拉车 还是没躲过城墙上的冷剑 很快马车掉进了陷阱之中 赵顿也被乱剑射死 整个赵府无一人逃出去 撞击夫人因为即将分娩 住在一处安静的别院 赵硕拼着最后一口气 给夫人通风报信 伤心过度的装机 突然有了临盆反应 他在诞下一个男婴之后 转头将枕头裹在了肚子上 营造出未分娩的假象 他请求给自己接生的陈大夫 走密道将孩子交给公孙先生 只不过人还没离开 图案甲的手下就找了过来 他听到药箱里有婴儿的啼哭声 当即就要灭了肇事的遗孤 由于装机跟大夫都打不过韩爵 他们只能看着药箱被抢走 好在下一秒奇迹发生了 韩爵踩到了地上的鲜鱼摔倒 大夫接到了被甩飞的药箱 装机用匕首了结了自己 这样既能为孩子张起活路 也不会让韩爵为难 以命换命暂时成功了 但还是没骗过图案甲 他发现了装机的假肚子 大夫自己家也有一个婴儿 妻子可以喂饱赵氏的孩子 但他还是想尽快送出这个烫手的山芋 大夫在通知了公孙大人后 回家的路上却发现了官兵 他们正挨家挨户 抓墙保中的婴儿 等他回到家时 赵氏遗孤已经被妻子交了出去 大夫瞬间下的坐立不安 赵家的孩子是当咱家的孩子暴走的 那咱家的孩子又是谁的孩子 虔诚的孩子都叫了 剩下一个多余的不就是赵家的孩子 不是他替了咱们的孩子 是咱们的孩子替了他 话音刚落 公孙大人又来要孩子了 他说好只是看一眼孩子 下一秒却将其摔倒在地上 母亲出于本能想保护孩子 没想到后背也挨了一刀 承宁看着妻儿接连惨死 他后悔不该喂了两条鲜鱼 跑去给装机夫人接生 更不该答应 把接生的孩子偷偷交给公孙大人 他也没料到中途会出叉子 和按甲下令抓了全程的婴儿 而妻子因为手忙脚乱 刚好交出了赵氏的遗孤 为了保住一家三口 承宁决定将计就计 他将自己的孩子 当作肇事的遗孤 交给了公孙大人 希望对方能带妻儿安全出城 但图案甲却发现了猫腻 因为他抓的一百个婴儿当中 有个孩子的父母不在现场 而这刚好就是从承宁家抓的 当承宁赶过去捞孩子时 他被图案甲叫了过去 为了保住一百个孩子的性命 承宁只好交代了一半的实情 他说赵氏遗孤已经被公孙大人送出城了 你们的孩子都得救了 但让承宁没想到的是 此前图案甲下过死令 连蚊子都不能飞出城门 公孙大人带着孩子更加出不了城了 当时妻子健壮也交代了事情 公孙大人我骗了你 这是我孩子 我把赵家孩子给叫了 公孙大人并没有责怪 而是让女人带着孩子 躲在自家的夹壁墙里 图案甲立马带兵去了公孙府 为了找到这个藏起来的孩子 他让人在屋内大声地打砸东西 被吓到的孩子果然哭了起来 公孙大人拼死守在夹墙前面 但最终还是被一箭刺死 装机夫人真没看错你 对得起召架了 夹壁墙被一点点砸开 如果现在坦白这不是赵氏的遗孤 大人跟两个孩子肯定保不住 见妻子舍不得交出自己的孩子 承鄞无奈之下只能硬抢 图案甲并没有信守承诺 而是将孩子摔在了地上 妻儿死得不明不白 而承鄞还在养赵家的孩子 悲痛欲绝的他只能彻研买醉 在被啼呼声惊醒后 他仿佛变了一个人 刚好图案甲的仇人找了上来 韩爵打算用毒药解决图案甲 但承鄞却有不一样的打算 为了给以后做铺垫 承鄞竟让赵氏一辜 认了图案甲当干爹 但随着孩子慢慢长大 他突然发现 这孩子竟然跟图案甲异常的亲密 而自己却成了一个摆设 干爹让孩子跳到地面 同时伸出手表示会接住他 单纯的男孩选择了相信 谁知等他跳下去的时候 图案甲却突然收手 害得男孩差点骨折 图案甲把自己的生存之道 毫无保留地交给了男孩 但男孩的亲爹却不赞同 因为只要男孩需要 他肯定会接住孩子 不让儿子受一点伤 尽管做得体贴入微 但男孩始终感觉不到 父亲对自己有多好 有钱不让他上学堂就算了 每次刀疤深夜来跟父亲见面 他还会被关在屋内 不准出门 隔天图案甲就带着人马过来了 当成英以为是他跟刀疤合谋 把肇事遗孤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借此报复图案甲的计划暴露了时 把你昨晚跟我说的话 再跟你爹说一遍 我不说 说着他会打我 别不打你 我跟刚才说 我想过一天 没有你看着我的日子 成英刚怂了一口气 但图案甲又带着男孩 去野外训来了一天 成英怕男孩说漏了嘴 说什么也不让他去上学 甚至为了把孩子带回家 不惜拔出了图案甲的剑 你是要杀他呀 还是要杀我 眼看图案甲起了疑心 成英只好当着男孩的面 说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我看出来了 你恨我 是 不是你娘就是被你干爹的兵杀死 你不是答应我 不跟伯儿说这事吧 男孩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瞬间跟干爹有了隔阂 萌萌拢拢的他也答应父亲 不跟任何人提起刀疤 一晃男孩就长大了 他闹着要去战场上杀敌 成英为了阻止男孩 只好说出了压心底里的秘密 其实男孩的亲爹是赵硕将军 母亲则是装机夫人 但赵家都被图案甲赶尽杀绝了 成英用妻儿的性命 才勉强救出了男孩 男孩压根就不相信 他还以为是刀疤想借刀杀人 说完就穿着盔甲去找干爹了 谁知图案甲竟然在男孩的身上 看到了赵硕将军的影子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 不会是我爹吧 就是你爹 老谋深算的他也起了疑心 在男孩侮辱敌军的陷阱时 图案甲躲在暗处 隔岸观火 他想对着赵家斩草除根 但自己又下不去手 于是选择了见死不救 在十几年的情感羁绊下 图案甲还是选择了救人 不过刚解决了敌军 他就中了寒决的冷剑 男孩不顾成英的反对 拿走了家里的救命药 被救活的图案甲突然生出了感慨 这句话让男孩起了疑心 在看到成英孩子的房间后 他瞬间相信了自己的身世 而成英等了十几年的计划 在今天终于成功了 他将赵氏的遗孤 带到图案甲的面前 让对方这十几年 活得像个笑话 图案甲有心放良人一马 男孩跟图案甲把剑相向 但他的功夫都是图案甲教的 打起来根本就讨不到好处 成英为了保护男孩 挡在眼前 此刻成英终于忧恋 跟下面的妻儿团聚了 只是他唯一对不起的 则是阳光下的赵氏遗孤 仇恨会让人变成魔鬼 但真爱却能治愈一切的伤痛